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想不明白了 斯明 小弟后有事找你 成郁有事也找你 你不是下来都没有女人缘的吗 怎么到了小弟后和成郁这里 你怎么这么有女人缘了呢 额 可 可能是小殿下和成郁援君觉得小仙是可靠之人吧 斯明颇为得意地说了句便往前走了去 可靠 我比你可靠多了 莲颂停下脚步 特意摆了一个不甘示弱的造型 斯明 你好好看看本殿下 哪里不可靠了 斯明转身围着莲颂转了一圈 便抬脚又向前走去 素小仙眼着 小仙着实没有发现 三殿下 你哪里有可靠的地方 哎 莲颂不禁叹息了一声 斯明 你就诚心气我吧 气你 三殿下 小仙可不敢 斯明摇了摇头 小仙向来重视承诺 一旦小仙答应之时 小仙定会尽力保密 不惧任何威胁 倒不像三殿下这般 但凡觉得对自己有利 便随时将秘密抛了出去 本殿下是这样的人吗 莲颂苦着一张脸 十分抱怨地说道 斯明 看来你对本殿下的误会够深的 想到这里 莲颂的心里突然出现了一种幸灾乐祸的感觉 斯明 你就等着 南皇天收拾你吧 三殿下 你可能快点 小仙还有钥匙呢 你若是在这般磨磨蹭蹭的 小仙可就不陪你了 斯明还要去见帝君呢 斯明 你说这话就过分了 我和成玉本来好好的 可是你害的我和成玉到了这般境地 莲颂索性停下了脚步不走了 想来小弟后定是不知道此事的 斯明 你说若是小弟后知道了此事 他会如何对你 哎 斯明暗脚头痛啊 对于这件事情他着实有愧与成玉 三殿下 小仙一时口误 求你大人大量 莫要跟小仙计较 你除了传话还能有什么大事 莲颂抬脚跟上斯明 他用余光瞄了一眼 斯明严肃的脸色 看斯明这样子倒还真是有大事的模样 莲颂用手中的折扇轻敲了一下斯明的肩膀 斯明 你还有什么大事 说来与本殿下听听 这月老的府上还远着呢 这一路上你我也好打发一下时间不是 呃 斯明却没有打算将白滚滚所托之时告诉他 斯明侧过脸来看得一眼连走 张口便扯起晃来 也不是什么大事 小仙就是想着这姬衡究竟藏了去哪里 这魔族新任魔君 厌尺物会不会还跟姬衡有牵扯 说到姬衡一事 前日里 父尊也跟我说同样的话 可这姬衡会躲到哪里还真是不好说啊 莲颂又将手中的折扇打开轻摇了起来 摇了几下 莲颂似乎想到了什么 他十分困惑地说道 斯明 为何你如此在意姬衡的行踪 斯明自然不会跟莲颂说 他担心姬衡想要报复一下殿下 斯明干咳了两声 这姬衡可是和姬衡牵扯上了 若是不尽快找出姬衡 他若是从姬衡那里得到修为 只怕他会成为第二个魔头了 难怪连父尊也如此担心呢 不过 这厌尺物向来倾心姬衡 说不定这厌尺物还真知道姬衡在哪里呢 莲颂皱着眉头说道 一个姬衡已经够大家头痛的了 若是再多出一个姬衡来 可就更麻烦了 参念一下 这话你就说错了 若是厌尺物还清新姬衡的话 自然不会得到新君之位 灭了姬衡的赤姿魔族 斯明已经从白滚滚口中得知 厌尺物如今清新的是小殿下 可斯明自然不会跟莲颂说实话 说来还真是奇怪 莲颂满脸尽是疑惑 他实在想不明白 为何厌尺物会亲手灭了赤姿魔族 你说这厌尺物灭了姬衡一族 是否因为厌尺物多年苦罪姬衡而不得 如今看着薛阳死了 他便狠狠报复起姬衡来 真是想不到 这平时看着甚是出自大业的厌尺物 一旦狠起来 竟然能如此心狠手拉 三殿下此言不妥 斯明摇头为厌尺物辩解道 这击痕可是先后杀了魔族死君 又吸干了几百魔族侍卫的鲜血 这厌尺物倒也不算是心狠手拉 小仙倒挺欣赏他此时的大义面亲的举动 怎么说厌尺物也护了小殿下母子 他岂能由着连送误会厌尺物 不冲别的 就冲厌尺物对小殿下的这份仗义 他斯明绝不许旁人误会厌尺物 若是如此说 这话也是在理的 连送皱着眉头 双目指使着前方 可厌尺物怎么就舍得 对他清新多年的击痕出手了呢 这是大义啊 有什么好疑惑的 斯明继续为厌尺物辩解道 若是击痕成了第二个渺落 这八荒六合还能安稳吗 三殿下 你似乎对厌尺物有些误会 啊 本殿下对厌尺物还真没有误会 连送轻摇了一下头 就是觉得这多年的感情 他竟然能如此轻易的放下 你说这里边会不会有什么隐情啊 隐情 斯明满脸不以为然的说道 三殿下 你如今喜欢将事情往复杂之处想 平时也没见你如此过 怎么 被援军多次拒绝之后 你也变成琉璃星了 怎么会 连送白了一眼斯明 这厌尺物近期很反常 斯明你一点也不觉得吗 看那厌尺物平时又不像是会有如此手段之人呢 怎么突然就对魔族之军位有了想法 小仙倒是听过一些事情 斯明轻笑道 据说这续阳和姬衡将厌尺物身边的悬素掌势抓了起来 还让这悬素受了魔族的酷刑而死 想拿这厌尺物应该是为他的掌势报仇吧 还有这是 连送亲点了点头 难怪厌尺物一定要得到新君之位呢 可不是 这厌尺物一直能逍遥度日 还不是因为他身边有悬素 这悬素可是一把至家的好手 他将厌尺物的亲之魔族打理的可是极好的 此人不但能治家 还极有才智 续阳还在时 这亲之魔族可是仅次于赤之魔族的 如此大智之人 厌尺物自然会尽全力为他报仇 听完斯明的话 连送总算是恍然大悟了 本殿下曾经还奇怪呢 就凭厌尺物这个蟒夫 他是如何能混到仅次于续阳之下的呢 原来是他身边有高人啊 看着成功蒙混过连送 斯明不禁长出了一口气 厌尺物虽然形式鲁莽 可他的性情却是磊落之极 就是人粗俗了先 却也不失大丈夫之事 姬衡当初若是选了他 却也不用受死煎熬了 哎 谁让帝君他老人家桃花运旺盛呢 连送有些吃味 斯明 你说说 帝君他老人家到底是怎么想的 这都多少年不动春星了 如今倒好 一把年纪了 不但春星大动 偏牙口还如此的好 专捡最嫩的草来吃 按说帝君这几十万载 见过的仙女开比星辰之多 怎么就能同时和两个女人 牵扯上瓜葛了呢 哎 这场三角恋 帝君可是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啊 斯明 你觉不觉得 这当初帝君若真是对姬衡无情 为何他这一次次的纵容姬衡呢 我看这不只是因为姬衡是梦后之女 我倒是觉得帝君最先看上姬衡了 然后小帝后出现了 于是帝君又移情别恋了小帝后 萨殿下 帝君他老人家的私事 小贱可不敢妄议 你说 小贱便听就是 斯明头脑异常清醒 他可不敢在背后讨论帝君 斯明 有时候你这过分谨慎的行为 着实急煞风景 也就你我两人闲聊而已 你还怕我跟帝君学话不成 本殿下是这样龌龊之人吗 本殿下这会儿还真想 听你斯明说两句 你若是不说 我就将南华天的仙根 送到你的府上去 连颂看着斯明明明想要说什么 却又将这话咽到了肚子里 连颂便不依不挠地起来 小仙仙斯明犹豫了一会儿 最后一咬牙说道 也许帝君就想要常常被人争强的感觉呢 妙啊 斯明你这一开口果然是精辟之急 脸色猛的一盒手中的折扇 您说说 这几十万载 帝君什么没见过 没有经历过 他亲眼看着 一任任 先君 语化了再回来 回来了再语化 唯独没有体会过 这位女子争来争取的感觉 参见下 你我还是不要妄议帝君的私事了 咱们还是办正事要紧 斯明觉得在背后讨论帝君 着实不是什么明智之举 何况帝君向来神出鬼没的 他可不是连颂 他惹不起帝君的 私事 斯明 亏你说的出口 这不管是什么事 只要是牵扯到帝君之事 都不会是帝君的私事 连颂加快了脚步 哎 帝君这一任性啊 这八荒六合都不得安 所以啊 我们还是得求月老 看看有什么好法子 斯明站在月老的肩腹门前 微微笑了叫 毕竟事关帝君和小殿下呀 连颂看着 斯明微笑的脸 即可会议 不禁提高嗓门说道 眼下能够帮到 帝君和小弟后的 也只有月老 他老人家老 说着连颂推开月老的大门 轻摇着折扇 一脸从容地走进了月老的府上 斯明紧跟在连颂的身后 也进了月老的敌府 小仙见过三殿下 一身白衣的月老 看着连颂进来 起身拱手行李道 接着月老又看到 连颂身后的斯明 他正欲向斯明拱手行李 不想斯明已经抢先对他行李了 斯明见过月老 斯明心军 老朽有礼了 月老还礼后 用他胖呼呼的大手 抚摸着他洁白的胡须 将连颂和斯明 样进榻上坐下 三人寒暄客套了一套后 连颂端着月老 为他添的茶水 满脸哀愁地叹了口气道 月老 今日来到此处 着实是无奈呀 三殿下严重了 老朽不过只是 区区月下老人而已 实在想不到 老朽能为三殿下做什么 月老手中捧着茶 用茶盖子不停地扒拉着浮在茶碗上的茶斧子 他一双鸡鸣的长眼 一个劲地盯着手中的茶 完全不去看连颂和斯明 看着月老如此反应 连颂和斯明相互交换了一下脸神后 哎 连颂常常地重重地叹息了一声 说开话来 月老 我还没有说话呢 你又怎么知道 你帮不了我的忙 也许这天上地下的 也只有你能帮我也不一定呢 是啊 看着月老的双目 依旧停留在他手中的茶碗上 斯明接着连颂的话 说道 帝君和小弟猴之事 月老应该比谁都清楚吧 哎 说来帝君也是够可怜的 为了这八荒六合之中的亿万生灵 当年帝君他老人家 可是硬生生地 从三生石中抹去了自己的名字 如今孤独了几十万载 一把年纪的帝君 总算是想通了 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自己清新之人 可又徒生诸多事端来 眼看着帝君他老人家 一天比一天消沉悲伤 我和三殿下着实于心不忍呢 哎 谁说不是呢 月老终于将他的长眼 从手中的茶碗上移开了 可老九只是负责凡人的姻缘而已 这仙人的姻缘 老九着实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可你总归是负责姻缘的 难道对于仙人的姻缘 你真的就没有办法吗 连宋放下手中的茶盏 轻摇着折扇 将目光死死的锁在月老的脸上 月老 你定是有法子的 本殿下还就不信 有什么姻缘能难倒你月下老人的 呵呵 月老一脸男色 他皱了皱他那老太隆重的双眉 这若是一般的仙人 老九也许还是有法子的 可帝君他老人家的姻缘 说到这里 月老一脸无奈的摇了摇头 老九着实无法子的 帝君可是天地共生 他的姻缘没有他自己坚持下去 只要他不放弃 他便能赢取他的姻缘 这算是什么法子 连宋没有听到他想要的 便岔开了话题 月老 本殿下还真不信了 这坚持就能得到姻缘 这不合常理吗 你既不动红线也不施法的 怎么会有用 他殿下 你还别不信了 月老一脸脸色的说道 你好好看看 老九虽然是牵红线的 可老九这肩腹之中 可却没有什么红线 可知为何 还请月老细说 脸色的双目中带着十分明显的疑惑 你可是负责牵红线的 难道你将红线弄丢了不成 三殿下哪里话 这红线能摔住的阴眼 只是普通的阴缘 月老亲民了一口茶 这因缘还有区别之分 四命肉眉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